很多人错误的以为周易太过远古 离我们的生活也太过遥远 今天我就从生活中最平时的事情当中 让大家感受到周易的博大精深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错综复杂这个成绩 可是真正懂得 它是出自于周易的几乎没有 它就是周易里面的中卦和错卦 然后演变出来的成绩 其次的话 要是有人说 他明天请你吃饭喝酒 可是结果到了第二天 他并没有做到 人们就说他变卦了 而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 这个变卦就是来自周易的卦变了 你看这么说周易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 我们一直在引用他的智慧 可是呢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六摇卦当中到底什么是中卦和错卦 只要你真正的了解了周易的六十四卦 我相信无论是眼界格局还是思想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真正的财富 而是精神财富 首先我们来说的是中卦 好我们拿出六十四卦当中的一卦 也就是天风垢 把它放在桌面上 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呢 它就是天风垢 可是呢在对面看呢 它就变成了什么 所以这个道理说明了什么呢 理看到的像呢是反向 所以它这个道理所说的理就是立场不同 得到的结果看法观念思想都不会相同 所以很多事物同一件事物 但是为什么在别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观点呢 我就拿做视频的来说 很多女生呢觉得我长得很帅 而且能说会的 可是呢同样是我一个人 很多男的就很讨厌我 说我长得不够帅气 而且说话也不清晰 你看是不是周一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像和理呢 其次呢我们来说的是错卦 什么叫错卦呢 非常的简单 天风垢的错卦就是地雷副卦 看到没有 五个阴谣一个阳谣 另外呢一个是呢 五个阳谣一个阴谣 刚好是错卦 它所代表的理是什么呢 注意了 这个理呢是立场观点都一样 可是呢看了角度不一样了 就变成了错卦 而这个复卦呢 也就是地雷副的复卦是什么 三地波 看到没有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真正学到周一的智慧啊 一件事丢过来 你一看就是从正面 正面反面 还有相对 还有的话 错终复杂来看 就是四个面了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啊 那黑格尔的 那个三原论 也就是他的辩正反 是不是跟我们的一样呢 他的理论是正反合 而我们的是从四个角度 真正学到周一的精神 不是从四个角度 而是从八个角度去看的 那叫做八面玲珑 所以呢 当然就是护卦 还有辩卦是如何看的 我们下期再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 点击关注我